請教一下這個莊銘偉 以這次來講 這支病毒是RNA病毒 然後因此有幾個重要的療程 他用的這個干擾數或者病毒藥物 常常挑的是伊波拉病毒的藥物 或者是艾滋病毒的藥物 然而這幾個致命的病毒 事實上他們都有雷同的地方 對這個病毒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病毒其實有兩種 一個是去養核糖核酸病毒 另外一個是核糖核酸病毒 那這一個是核糖核酸病毒 那核糖核酸病毒的話 他的毒性比較強 但是他在一般的環境裡面 存在的那個風險是比較低的 但是相對來說 他進到人生裡面的感染性 就會比較強 因為他比較容易干擾到 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 好 那這一支病毒跟二支病毒 相似的地方還有哪一些 對 這一個這張圖 其實他是在發表 在2月22號的時候 在一個美國的一個期刊上面 那這個期刊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標題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這個標題 上面寫說 我們跟這個病毒跟HIV完全沒有關聯 那大家可以回想到二月初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是印度人發表的 他是高度懷疑說這個病毒 他是不是跟這個HIV有關 所以他這張圖 他在裡面就特別把這個蛋白質的結構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到這個核糖核酸 他會變成一個有功能性的一個蛋白質 然後形成一個構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一個是 這一個標準的結構 那右邊那個是HIV的結構 那左邊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新冠狀病毒的 這個手就是S蛋白的這個手 那其實他的序列其實有大概四個小 非常小的片段是跟HIV高度雷同 但是在結合成這個整個構型之後 他看起來這個蛋白質就不太像是 這一個HIV所形成的這個結構 那當然因為我們剛剛也有聽到 明老師剛剛所說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些統戰 或者是一些宣傳的一些文宣 實際上這個概念其實也讓我聯想到 他是不是等於是在對印度人 印度團隊 甚至是對這個世界上的團隊在喊話 說你們不要再想了 這我們跟HIV沒有關聯 但是這個文章其實也連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這一個月裡面 其實新冠病毒總共有218篇的文章 被刊登出來 但是實際上只有這一篇文章 還有印度人那個直接名講HIV 其他人都說不清楚